肉美食 照烧鸡腿饭 今天我们要做的美食呢 是各位天才赶紧买洋气的 叫照烧鸡腿饭 照烧汁调味头应该很难吧 虚出 哎呀 非常简单 用调味料就能调出来 对 非常简单 不远 前段时间不至于有一个洋怪三品牌 推出照烧鸡腿饭了吗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饭 我们要在家里给小朋友做 小朋友很喜欢 今天我们还是用的这个 散养鸡的鸡腿 大骨骨骨的 是吧 对 它这个鸡腿饭蛮大的 大厨 对呀 而且这个鸡腿 如果是一家三口 做个照烧饭 足够 鸡腿好吃 鸡骨难替 您在家里会替鸡骨头吗 接下来大厨教您好方法 剃骨其实很简单 下了这个鸡腿之后吧 我们顺着这个鸡骨头 往下 用刀这样滑开 那又找锋利的刀 不然会不会伤到自己 对 你看 找到骨头 然后再找这一块大骨 然后 把鸡腿的大厨 再旋入这个骨头 那它要下来 把肉抛开 整个鸡腿就差不多了 鸡爪我们利用油所用 我们就把它 在这个关节这个 这个预置呢 砍一刀 把它砍下来 哇 这个鸡骨头真的够硬的 你在这个斩它的时候 能听得出来 那个声音的感觉 对 这个骨头这么硬的 很脆硬的 对很硬 看见 现在这个骨头基本上 已经露出来了 是吧 露出来了 嗯 我们把它整个踢下来 是吧 对 哦 这样就给它踢下来一些 多少骨头了 大师我先看那骨头拿回来 拿回来我看一下 这感觉很硬 这就是大骨鸡 骨头有很大 是不是 这个鸡骨头你看 它的颜色都已经变黄色了 对 这样 哇 这么硬的声音 对 非常硬的 所以说这个骨头 这看得出来 这个鸡的活动量是很大的 是吧 拿回来这个普通的鸡 跟它对比一下 这骨头怎么差那么多 大师我 这个这么粗大 这个骨头这么的细小 对 你看 这是我们普通的圈养鸡 圈养鸡呢 它的鸡骨头呢 就是非常的软 你看 我刚才把它往下拿的时候呢 骨头就硬碎掉了 手就都把它拿下来 是吧 硬碎掉了 而这个骨头呢 而且是相当硬的 哇 骨头强健 鸡肉丰富发达 鸡皮的位置呢 又富有弹性 所以这样的大骨鸡 今天就吃定它了 就是它 好不好 它抽 你把这个鸡腿的骨头都剃除了 那鸡腿怎么处理呢 大厨 给它片 切一刀 按切一刀 是是是 斜着刀下 斜着刀 这样下 下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摸一下 这个样子 整个一片的肉呢 是平整的 对 平整的厚薄是均匀的 哦 这面也是 需要提前把它腌制一下 盐 是 来一点点 糖 白糖 来一点点 鸡粉 鸡粉 都不需要太多 一般的腌制呢 我们 让它均匀的 我们用手抓一下 手给它 把那个味道给它捣进去 是吧 对 今天呢 说照烧鸡饭 因为它有它的根源 对啊 它是一个剥来品 就是说外国人呢 吃饭的不是单单的 是一个 它是稍微有点甜 对 甜甜甜的 哎 我们就用了一种 非常神秘的调料 这什么调料 平常我们都不用的 哦 这是用来它喝的 饮料 神秘调料腌鸡腿 大厨告诉我们 这是一种平时喝的饮料 到底是什么 让做出的鸡腿鲜味十足 照烧鸡腿 鲜嫩无比的秘诀 又是什么 什么饮料 雪碧 雪碧 你慢慢气爽 用这个雪碧 加一点 腌一下这个鸡肉 鸡肉里面呢 会吸收它的味道 哦 稍微一点甜味 另外呢 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呢 还有二氧化碳 哦 有一些碳酸在里面 硬确实 碳酸呢 可这个鸡肉呢 会发生一些作用 哦 使这个鸡肉呢 更加的鲜嫩 也能够帮助它 分解它的蛋白质啊 对 是不是 把姜啊 还有葱啊 放进去 腌一腌它 腌三分钟 三分钟 就立刻腌了 就可以用的 对 那现在咱要做什么呢 大厨 呀 这个鸡腿先腌的 我们做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说 照烧汁 照烧汁调的头 应该很难吧 虚初 哎呀 非常简单 怎么讲 一碟蜂蜜 一碟酱油 OK 这就 这就照烧汁 对 鲜味十足的蜜质照烧汁 原料只是酱油和蜂蜜 这照烧汁 真的如同大厨所说的 这么简单吗 接下来看大厨揭秘 照烧鸡腿再加作 照烧汁调的头 应该很难吧 虚初 哎呀 非常简单 怎么讲 一碟蜂蜜 一碟酱油 OK 这就 这就照烧汁 对 这是蜂蜜 普通的蜂蜜 对 普通的蜂蜜 那酱油是普通的酱油吗 生抽酱油 哦 鲜味酱油也行 对 不要用那个老抽 要生抽 就是颜色浅一点 哦 对 酱油 一碟蜂蜜 就是照烧汁 哎呦 非常朴实 嗯 非常容易做 这时候热油是吧 对 油不要太多 对 烟好的鸡蜜 直接放在里面 在皮朝下吗 对 皮贴着油的 对 哦 那底部的火力怎么控制呢 大厨 火烧热了之后呢 就关于中小火就可以 等中小火 对 在煎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用铲子压一下 嗯 嗯 要压一下 那怎么变得它熟了 要翻面呢 大厨 现在是红色的了 哦好 等一会儿 成了灰白色的 灰白色 慢慢成了黄色的 好 这个就是已经熟了 哦 那我们煎的时候 不用说来说两面来说翻 把一面煎透它是吧 对 两面要翻了 要翻 那就是一个 不动呢 大厨 对 这一面可例如煎透 哦 煎透的话才翻面是吧 哎 翻过来 这边你看煎的表皮 哎 金炭炭的很棒 你看这煎的 这个可以了 现在金炭炭的好颜色 是吧 很漂亮 对 下面还有重要的不重要 要干嘛 照烧枝啊 哎 对 照花枝直接要用上的是吧 它不是零的表面的 虽然是一个柏雷皮 但是呢 它用我们老土东做菜的手法 对 其实我感觉这就是糖色 再加上酱油的感觉 对 你感觉是不是 差不多 就是这样 它就感觉就是烧到那种呢 呃 有点那个咸鲜口的味道 是吧 对 咸鲜微甜 那烧到什么程度呢 大厨 然后把这个猪呢 烧进去 哦 啊 慢慢的收 看见现在是酱油和蜂蜜呢 在锅里蒸发 对 让它蒸发 然后呢 鸡肉呢 再吸收它的味道 哎 你再把它翻过来 哎 继续烧 对继续烧 大厨 我们要收汁收到一个风浓的状态 在出锅吗 对 因为我们在收汁的时候呢 用大火 一定是不能翻神的 看见 看见火 看见锅里的样子 有的时候你说话 我就接不上 是啊 表现说你这忙活着锅里的菜呢 是吧 对 挺香的 你咱们闻到吗 对 它出来是很香 酱香味 对 而且这种配米饭最合适 配馒头也行 尤其那个汁 再留点汁吧大厨 好不好 那汁我就铺米饭 也肯定特香 好 煎这个汁的时候呢 啊 一定要把这个两面呢 煎黄了 煎干了 锅都没有水分了 这样呢 这个照烧汁呢 才能更切到作用 哦 让它表面更加更加的红亮 表面干了之后再加照烧汁 是吧 它才能够吸出照烧汁的味儿 哎呀 我给你分一下 哎 那一切开之后 它那个大骨鸡 那个鸡皮底下的位置 感觉很有弹性 一切它会动一下的感觉 会抖一下 是吧 超香 哎呦 好开心 这么大一块